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自从中美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之后 澳洲股市始终是保持着稳中有进的态势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收在6850点 距离最高点6900点 相差大约是1%的距离 中国方面昨天轻微下跌 上涨指数下跌0.2% 依然是在3000点以上 深圳方面下跌0.1% 欧美股市基本上也是原地不动 上下变化均在0.1%到0.3%之间 黄金价格目前保持在1475 而油价则每天都在上涨 目前一同美国石油已经达到了60.80美元 那么在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昨天曾经一度跌破7000美元大关 最低至6500美金 今天早上又回升回来 目前最新的报价是71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的是澳洲股市 自从中美签订协议之后 到目前为止始终是缓慢向上 而且已经再次爬上了6800点 从盘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矿业 医疗 消费等等板块 均出现了重大的上涨 但是唯有银行股目前始终是处在低位 很多朋友们也在问我 这个麦克你说这银行股始终上不去 最近又被证监会盯上还要查还要罚钱 那是不是应该把它卖了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虽然我们看到其他的板块 均已经出现了大幅上涨 但是银行板块却迟迟没有变 而且在本这周的话呢 这个国民银行再次被证监会盯上 违规了多少多少次 又有多少多少的潜在罚款 使得呢很多投资者人心惶惶 但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坏的事 相反我个人觉得这反而是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问题一定要看得远 就是说我们是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澳洲股市能够持续的上涨 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国际环境 得到了改善 由于和中国的经济绑定过于密切 因此中国那边的大背景 大环境发生变化 也会影响到澳洲 比如说六月份到现在三次降息 其实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上升的非常快 那么原本和房地产 绑了非常密切的银行股 反而没有太大的动静 按照现在6800点的位置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四大银行的平均股价至少是应该在35澳元 但是目前绝大四个银行里面有三家银行的股价 却仅仅只有25块钱 差了10块钱几乎就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差别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很大程度上来说 就是因为很多投资者和庄家担心的是 现在还没有列出来的罚款数额 可能会非常之大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 就是看清一个本质是什么 澳大利亚的经济现在好不好 不能说是在衰退吧 至少是增长缓慢 或者说很脆弱 那么这个时候好不容易拉上来的股市 如果是一个天价罚单 把其中一个银行给整趴了 即便是它不破产 股价大跌 也会拖累澳洲整体打盘 而我们知道现在要拉动消费 让民众手里有钱 工资上不上去的情况之下 只有两个办法 股市上去或者是房地产上去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拉上去的股市 如果因为天价的罚单 而被再次打回原形的话 那么对于现在本需要拉动消费的 这个整一个澳洲政府来说 那就是前功尽弃 所以我觉得证监会目前澳洲证监会 也是隶属于澳洲政府的一个机构 它应该知道现在的经济大环境 因此它其实目前罚单的数目肯定会大 但绝不会影响到股价有太大的下跌 更不会使得银行破产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判断住 银行业在这几次的违规中 不会伤筋动骨的核心 也就是说现在的银行是整一个经济恢复的关键之一 它不能被动摇 那么有了这一点判断之后 那我觉得现在银行股的股价在二十多块钱 对标回去的大盘指数当时的价可就是五千多点 所以在所有行业都上涨的情况之下 目前银行板块 澳洲的四大银行板块 就形成了一个投资的挖地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投资的机会 当然了 如果我们保守一些来看 完全也可以等到 对于西泰 对于国民银行最终罚款数目确认之后 再来看是否进场 但是呢 这个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最终的罚款数 我还是那句话 会很多 但不会让几个银行伤筋动股 因为澳洲政府需要现在银行业 和房地产一起努力来拉动股市 推动消费 以便于最终恢复经济 好了 咱们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就是金融市场以外的 说说说话 看这个澳洲的高考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 是维州发榜 也就是墨尔本地区 那么这中呢是西泥地区发榜 结果呢 几乎都是一样 在高分高满分的这部分考生中 接近于一半是华人 或者是华裔 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是华人聪明 错 实际上来说 应该说是 这些华人的孩子们 在平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在学习上 不打球了 不断练了 不游泳了 都用在了学习上 其实这个情景 在过去十几年 几乎年年都是 绝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考生里面 有接近于一半 或者是一半左右 都是华人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高考的满分 或者是状元 在过去十几年 现在过去了 在澳洲的社会中 新闻中 目前的名人 却寥寥无几呢 我说的是 华人的名人 却寥寥无几呢 这其实呢 就引申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都说高考是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 这个时机 那么对比澳洲和中国来说 那么到底高考哪一个国家 对于孩子更重要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 绝大部分的孩子 应该说高考是他们 不能说唯一吧 也是仅存不多选择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你能上一个好的大学 之后进入政府机关 或者说出国留学 或者说在中国最好的 比如说阿里腾讯 这个百度 或者说是华为上班 这是大部分人的理想结果 但是除此之外 如果你在中国没有上过大学 你要在未来的五年五到十年里面 实现财富小自由 小幸福 是非常困难 不能说不可能 但是几率很低 但是在澳大利亚 就会好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即便没有上大学 你进入的是职业培训 在澳洲叫做TAFE 你培训出来随便去当个电工 或者当个管道工 如果我们单纯从年收入上来说的话 它是超过了 即便是墨尔本最好的大学 末大毕业的学会计的 也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白领的平均收入 所以在澳洲呢 上大学并非是唯一的出路 你可以当足球明星 橄榄球明星 游泳健将 电视明星等等等等 很多种选择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 为什么过去十几年 华人占据了高考状元的一半 但是到现在 在三四十岁 这个我们叫做 社会的壮年时期 真正的华裔背景的名人却很少呢 这就延伸出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叫做 隐形的天花板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过去十几年 这些高考满分学生 他们选择的系科目 绝大部分的华人选择的是 医科 牙医 外科医生 神经科医生等等等等 这些呢 在我们看来是比较高大上的 专业人士职业 但是再往下呢 很多的这个毕业生 或者说即便是高分 华人很少会选择 比如说是 这个社会学 人类学 艺术 或者说是教育等等等等 这些和经济 没有太大联系的职业 医生高大上 赚了很多 社会地位也高 但是对于主流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 即便是律师 我们看到呢 华人很多选择律师行业的 也不会做出庭律师 最终做的是 幕后的这个写文字的律师 悉尼现在两个明星 搞得沸沸扬扬的案件 出庭的也都没有华人的背景 这其实也说明了 在澳大利亚地区 其实如果你想过一个小富即安 或者说小小的幸福 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想影响主流社会 进入所谓的 我们叫做精英管理层 社会的管理层 是很难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 即便是在澳大利亚 所谓的是自由民主平等 多民族文化等等等等 所谓的这些词背后 其主流的人士 其政客主要的管理者 社会管理者 国家管理者 依然是以传统的欧洲地区 或者说是 安格鲁萨克逊人为主 这个情况 我相信在未来短期内 是不可能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这个我有的时候比较遗憾 咱们华人很多的时候 第一念想 比如说成功 是以赚钱多少来衡量 这个是不是狭隘了一点 当然了 首先要温饱 这个不可否认 温饱之后 我们追求的 是不是要比钱更多一点的东西 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理想 信念 信仰这些东西 在我们很多华人的后代 似乎看到的却很少 当然我知道我说了也没用 但是我只是想通过这次高考 这个现象中 再来说两句话 为什么每年有一半的华人 得到了满分状元 但是在目前的主流社会中 却看不到过去几十年来 华人状元们的身影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现象我想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好了 多说了也没有啥用 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 到这点到为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我们 GoMarkets每日财经频道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 下次节目 再见